《新疆国论》 讲就是我们导物主 现在很努力地在讲 这个新疆国论 就是你讲的 好像也讲给自己 这个讲给自己壮胆 也讲给这些他的支持者 甚至中间选民听 但是美国有听到吗 那美国有听到 那美国有做什么吗 还是美国其实现在 因为他们要自己要选举 也没空管你的 随便啊你就讲啦这样子 现在到底美国的态度是什么 美国人啊我的感觉 我不敢讲很精确 但至少我最近也去过美国 而且是美东 美东的纽约跟华盛顿 我觉得美国人虽然说听到了 但是他可能感受 没有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那么的精准 也就是说ROC PRC互不隶属 这样的一个政治含义是什么 美国人可能 我觉得他们的 很多的主事官员可能认为说 对啊没错啊现状就是这样子 但是他后面的政治敏感度呢 必须要透过更精准的解释 才能让美国知道 那现在我认为 民进党政府对美国人讲 就是说我讲的两国 PRC ROC就是两岸啊 就是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ght 就是两岸嘛 一样的 因为美国不用担心 那美国官员是不是会 完全相信呢 我觉得从赖清德 一直在提这件事来讲 美国官员可能买民进党的账 可能他认为说你讲的OK 所以你看中文真的是如此的博大精神 中文我们可以两国跟两岸差别这么大 但是在英文也许就是two sides 对美国认为可能 他就这样糊弄也给他糊弄过去了 对他可能对美国讲我没有台独的意图 当然他们第一个说法就是 台湾早就已经独立了 对不对 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只是名字叫总华民国 那再来就是说 我讲的两国就两岸 你美国放心 对 我不会把它搞到真正的发力态度去 那当然了 刚才主持人讲了 美国是不是因为忙 忙啊 对啊 真的还忙啊 对 你看那个大选 好戏剧啊 对不对 太多事好戏剧 是不是好戏剧 现在真的 老师真的 我们还真是觉得 我们的川宝有可能要回归了 是不是 哎 他的 因为你知道 根据民调 还有一些科学的调查来讲 其实 川普回来的几率 目前大概也是一半 哦 所以他们也是五五波 对 当然如果你相信在6月30号前后 就他们第一次辩论之后 对对对 那些民调 如果你看的话差不多 可是呢 我会觉得 我们再看下一波好了 因为川普在 对不起 拜登在民调上 大家都看到 他有一些表现 确实相对比较不如川普 那这些经过媒体的渲染发酵 各位自己做媒体都知道嘛 我新闻出来之后 第一天就有最关心的选民 会感觉到 慢慢他的扩散 可能要三天到五天了 这是乐观的估计哦 因为还有很多网络 各位在自己的群组里面是比如说会收到一个讯息 这我一年前已经看过了嘛 但他会在网络上一直回来回来回来 所以这个散播的效果 我觉得三五天已经算是很乐观了 甚至一个礼拜超过都可能 所以你看一个礼拜之后的民调 看看川普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 但目前看起来川普几率大概都是一半 那所以你说美国有没有空去管到台湾 我觉得就是他的国安会 他的AIT的那个理事主席罗森伯格 他们确实是目前是比较在掌握台湾政策的这一块 可是国安会 说实在你如果往上看的话 他的国安会的 我们美国叫国安会的什么 他其实叫做国安事务助理 但是我们美国叫国安会 苏利文叫做国安会什么什么 突然忘记美国的 反正就是这个Jack Sullivan 国安会的最大这个 还有他的deputy他的副手其实都不是两岸的 所以就变成说罗森伯格 他们这些官员的角色就更重 但是罗森伯格他有没有意识到 两国互不隶属的严重性 我个人还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了就是有些 有些在华府的专家 慢慢的已经体会到 这个互不隶属赖清德这样讲 好像确实是有点问题 而且难怪北京会这么不高兴 但是这些专家的想法 有没有办法有效的传递到美国的决策 那一个层级 我没有办法确认 但我只能说 我感觉到美国的两岸专家有一些 已经逐渐受到了 觉得这样讲怪怪的 对 而且这个我们的川宝 就是他们 你知道啊 川宝讲话一向都是 就是想到什么讲到什么啦 就是这边想到 然后嘴巴就讲出来了 也不会太多思考 那之前不是来说什么 要去把北京炸掉之类的吗 对 对 所以假设真的给川宝选上 川宝再加上我们这个超硬的岛主 哎呦 老师我们是不是要准备逃难了 哎 我觉得想逃难好像 稍微太超过 因为我们大概没有什么能力逃难了 我们已经没有能力 连逃难的能力都没有 真正在战争准备的时候 我们怎么走得了 除非你抢得到机票 抢得到船票 或者游泳技术超高 抱了几颗篮球排球 就可以游到 要去哪里冲绳吗 宇纳国啦 宇纳国岛比较近一点 宇纳国岛比较近一点 在花莲的这个洞面比较近一点 除非你有这些的本领或者是神通 绝大部分的台湾人 其实就留在这里啦 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说 一直希望赖清德可以以天下苍生为灭 真的 以天下苍生为灭 川普如果他当选的话 说实在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会怎么做 对 因为他太难以捉摸了 对 所以你可以说他 他会不会真的又把台湾当成一颗棋子 甚至是一颗去刺激北京的工具 有可能啊 有啊 但是他有没有可能上来之后 他觉得说 我要拿台湾跟北京交换我的利益 对 毕竟我最喜欢赚钱 对 那我们就变筹码了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只能说这个 讲说未来这半年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 但是也不能说这个川普加上赖清德 我们大概就完蛋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看我刚刚讲的这两个剧本 一个就是说川普正拿台湾 去刺激北京 两岸关系越来越糟糕 另外一个川普把台湾当成筹码 对不对 一个刺激的工具 一个是筹码 去交换利益的 好像都不太好 对啊 我两个我都不想选老师 对 但是另外的两个选项 一个是说台湾就变成中立 可能吗 不可能啊 永远都不可能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变成北韩 导弹嘛 我们还没有导弹 对 我们只会在那边导弹 吹一口吹的导弹 我们有飞弹的导弹啦 也可以以前优锡坤当立法院 行政院长比如说 我们可以射到三峡大坝什么的 还是什么上海 不是 我们那个熊峰 只会打渔船打得很准而已 那个真的也是一个悬疑的事情 对对对对 所以你也不可能去导弹 去当成一个你要听 你要接受我的条件 不然我就每天跟你闹 也不可能 所以你看从中立到变成导弹鬼 然后再来变成筹码 到变成刺激人家的工具 这四个选项我们好像只有两个 其实蛮危险的 蛮危险的 对所以岛主 你在520就说 你要行公益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拜托你这个时候真的好怜悯一下 我们毕竟两千三百万人的命 还在你手上 你真的不轻举妄动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好朋友们 你也有睡眠困扰吗 推荐您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帮助您睡得好 美丽更加分 即日起至6月30日 三入组限量送随形果汁机一入 送完为止 更可搭配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消费满千就送百 最高回馈618元 现在买最划算 再加100元就能够超值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一起来快点购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购物经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